Hello,大家好,我是翼王 這次我們來評測兩款看上去性價比挺高的 金牌500瓦電腦主機電源 前段時間我評測了一款200塊的海韻A12-500電源 從神奇來看我覺得還可以 結果那個價格的貨一下子就賣沒了 市面上的全都恢復了原價 後來我才了解到那一批是輕貨才有這麼便宜 我自己想搞一批來開車都搞不到 但反正跳下來,200-300塊錢價位的500瓦電源 大家的需求量還是挺大的 所以我又去找了一圈 這次就發現了這兩款在300元以內的500瓦ATPLUS金牌的電源 第一款是長城金牌巨龍500瓦電競板 對沒錯,就是那個傳說中的 礦老闆最愛的長城巨龍系列 只是這次名字後面多了一個電競板 這個後綴給我的印象不是很好 但是在擺一補貼上面,它只要269 卻是ATPLUS金牌全模組 單路正12V DCDC 100-240V全幅輸入電壓三年保修 可以說滿足了你在這個價位上對電源的全部想像 大概也就缺一個RGB了吧 而且這不是小品牌的產品 長城做電源也好多年了 給人的印象比較好 也給海外大品牌代工過中高端的產品 本體設計上沒有什麼太奇特的地方 中規中矩 風扇罩子的中間是這個系列標誌性的龍頭LOGO 電源長度也標準的14公分 對機箱的兼容性比較好 試電接口旁邊也有輸入開關 配的線材是這麼多 有CPU雙發PIN和顯卡雙發PIN 還不錯 就是我個人這麼多年來一直在想 這個瓦數的電源做成全模組有沒有實際意義 線就那幾根全都插上的話 全部全模組也就沒差別了吧 可能也就配合我們VESE機箱加ATX電源DLC的時候 可以換一套定制線,節約一點理線的空間 雖然買一個270塊的電源再配一套一兩百塊的定制線 我也是覺得有點怪怪的 長城巨龍系的螺絲上面還貼著防備標籤 這次我專門去試了一下 結果發現居然要大小寫全輸退才行 而且驗證碼裡面0和O都有 害我輸錯了好幾次 驗證成功之後可以看到 它的網站有記錄第一次驗證的時間 以及驗證了多少次 防止同一個驗證碼被盜用來造假 雖然這裡有個問題就是 如果網站也是假的怎麼辦呢 雖然長城巨龍這種級別的電源如果是山寨的 透過風扇往裡面瞄一眼就大概能看出來了 正版長城電源的做工不是小廠子能防得出來的 接下來我們看一看第二款電源 是酷冷至尊的G500GOD 這款在KUMA的旗艦店上面是賣299 說起KUMA在這個價位上的電源 就不得不提起經典的GX系列 這個系列已經好多年了 然後可能是因為GX和V這些老系列賺的錢不夠多 在過去的這幾年中 KUMA一直想推新的MWE系列 從白牌覆蓋到了金牌 只不過仔細看一下就會發現 MWE系列大多對比原定位的旧款KUMA電源 在用料、代工廠、保修時間等方面都有縮水的情況 結果就導致直到現在 GX系列還是停不下來 MWE的很多型號都已經退市了 後面還出了MWE Gold V2都沒救起來這個系列 當年一直有人說我是掐KUMA的飯去吹GX這個系列 實際上我倒是覺得KUMA的電源部門應該是挺恨我的 畢竟我到了19年還是在推舊系列 不推他們想推的已經出了兩年的新系列 KUMA前段時間又把GX和V這兩個老字號挖了出來 給出了一些新款 那些新款我還沒有測過不知道表現怎麼樣 這次的G500GOD其實是另外一位大佬推薦給我的 他說測了一下表現不錯 我看了一下感覺也是真的還可以 就買回來玩玩看了 主要還是看隔了一段時間之後有沒有縮水啥的 這次順便就給一起做成了視頻 雖然這款不像居家系列是全日系電容 但依然有5年保修 然後和剛才的常人巨龍電競板一樣 是ATPLUS金牌、單錄證12V DCDC 100-240V全服輸入電壓少一個全模組 保修時間長一點 再加上300塊的價格還是有替代GX450的潛力的 這款電源同樣是14公分標準長度 不過說真的才500W又不是全模組 還要做成長電源的話是有那麼一點說不過去的 然後同樣有電源的輸入開關 線材方面同樣有CPU雙花拼和顯卡雙花拼 這個瓦數來說是非常共用的 然後雖然線材是指出的但都是扁平線 對裝機時走背線是有幫助的 不過比較有意思的是 G500GOD外殼上風扇罩子的圖案 和辛苦的又不是不能用級別的 入門款電源 CP500外殼上的是一毛一樣的 外殼的其他部分倒又有差別 可能是找了同一家廠幫忙做外殼吧 包裝和外觀之類都看完了 那麼趕緊來上新劇跑測試 性能合不合格才是重點 這次用的測試平台還是用機櫃裝起來那套 之前有做過介紹視頻 對我做電源評測的儀器和方法感興趣的同學可以去看一看 這次依然沒有做升級 幫忙設計升級用的零件的大佬們剛好都抽不開身 然後我自己也沒空寫軟件 之前說的加入國產小品牌負在意的知識都沒來得及做 講究這先用吧 然後這次兩款電源都是在115V 60Hz下進行測試的 這裡回答一下之前的觀眾的疑問 為什麼我們大陸都是用的220V電壓卻專門去115V下測 這裡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不帶230V EU後綴的ATPLUS牌子 它是需要在115V下進行測試的 不同輸入電壓下轉換率有差別 第二個是因為輸入電壓低了 電源輸出同功率時就需要承受更大的輸入電流 為什麼會這樣大家可以回去問一下物理老師 所以我在110V下測了它能量好工作 那麼只要原件的耐壓上限達標了 230V下會更輕鬆一點 115V其實是壓力更高的測試方法 所以你也能看到只支持200V以上電壓的電源是要相對便宜一點的 順帶一提,耐壓不達標的話 200V以上通電可能直接就炸了 也就不用擔心電流壓力的問題了 那麼來抱成極史原式長能金牌巨龍500瓦電競板 電壓穩定性表現大體還可以 畢竟二次測試DCDC 只有5V加到20A出現了電壓掉出標準範圍外的問題 不過考慮到日常使用下5V線路非常非常非常難用到這麼高的負載 再考慮到價格我覺得還算是可以接受的 然後這裡快速滾動一下我測試時設定的負載電流等的原始數據 感興趣的同學可以暫停看一下 然後是轉換率比金牌要求還高了一點 和白金都比較接近了,表現還可以 文波方面只有高負載時3.3V的文波較高 但和不及格還有不少的距離 這個價格這個配置的電源沒少糾結的 就是完全空載時12V輸出線路的文波有點怪 當然我們電腦正常開機之後多少會有一點佔用 理論上不會出現這樣的負載情況 然後這個狀態下文波也沒有超標,所以也還好吧 最後是保持時間,這個地方就有點意思了 首先是滿腹在下測出的數值,是達不到Intel標準要求的 這個在預料之內,畢竟這個價位的電源很多都是這麼玩的 不過這款連75%的SSI標準也達不到,我還是有點意外的 後來我突然想起,雖然Intel的標準是那個樣子 但是咱們還有一個推薦國標GPT14714-2008 我就去翻了一下 然後發現最低單檔電源的標準,保持時間只要求12ms 我這裡測出的成績中最低的線路是11ms多 按照正負1ms的測量誤差,它真的是可以產現合格的 順帶一提,這本國標的前言裡面有講到 這份標準的制定者裡面就有長城自己 考慮到這個價位的電源中 賣得非常多的新古GP系列的保持時間差不多也是這麼個水平 最多稍好一點 在不使用UPS的情況下保持時間的影響 估計可能大概也許或者也沒那麼大 只能說又不是不能用吧 接下來我們再看看這次測試的另外一款電源 KUMA G500 GO的 這款電源的性能可以聊的相對少一點 因為成績單上沒有什麼出問題的地方 首先電壓穩定性表現還不錯 巨大的偏移也只有3% 這是DCDC應有的表現 同樣還是放一下原始數據表格 特別感興趣叫真的同學才暫停去看 普通觀眾看前面那個曲線圖就差不多了 轉換率在115V金牌曲線上低空飛行 但不管怎麼說,合格了就是合格了,沒什麼毛病 最大文波同樣達到要求5V稍高點 但同樣因為是性價比電源 咱們也不會按頂級電源的標準去要求它 合格就挺好的了 最後是保持時間意外的表現還挺不錯的 比音效標準都還高挺多 19年實測了幾款400塊的電源 也只有庫媽的GX550是保持時間勉強能達到音效標準的 還有我現在知道為什麼其他三款電源 最低的都是12ms了 那麼過來就是拆解的部分 首先是長城巨龍電競板 自標籤的時候我特地加熱了一下 然後還是有流焦 它是特意選了雙層的 那層特別容易壞的貼紙 這個標籤確實是長城的味道 打開之後一眼就可以看到整體還是比較精良的 EMI電路齊全 PFC電感是全封閉式 大量的貼片元件 模組接口的紫板還是直接焊到主PCB上的 電源方案是ILC加同步整流加DCDC 性能表現剛才已經測出來了 像前面說的那樣 這個水平的產品就算是小廠能仿出來 也未必能做到更便宜 風扇是越輪的 這個價位的電源十年前是它 現在還是它 就是現在發現上面還有一個德國萊茵認證 不知道具體認證的是啥 因為零件全部在PCB的正面 所以反面就超級的簡潔 然後只有大電流的地方有一點人工加焊 整體沒什麼問題 這個電源比較有意思的設計是 24側的主要元件都在一個平面上 一張照片就全部都拍下來了 不用在一堆縫隙裡面 拼死拼活的拍一個小東西上面的字 我們的工作量被大大的減輕了 我強烈要求以後各家的電源都採用這樣的設計 巨龍500瓦電信板的大電容容量只有270VF 這大概就是保持時間只能達到國標最低段位標準的原因吧 電解電容大多數來自台系廠家Capson和TPO 只有個別的是小品牌 24側還用了很多固態電容 就連模組接口的紫板上面都還有不少 這個價位來說還是比較OK的 MOS管品牌比較雜好幾個廠的混在一起 可能和最近芯片短缺有一點關係 考慮到MOS管技術含量並不算特別的高也問題不大 主控基本上都是老朋友 是中高端電源也經常會用的型號 總之在這個價位上來說 東西真的還是挺不錯的 唯獨就是主電容有一點摳 接下來我們拆這次的另外款電源 KUMA的G500 Gold 剪炸帶的時候把一條導線的皮給剪破了 還好裡面的銅線沒有斷 那絕緣膠布包一下還是能用的 然後這個風扇的插頭打的膠水是意外的牢固 我拿東西撬都撬不開 這可以算是質量好吧 主PCP還算工整 EMI同樣非常的齊全 這款電源的架構是LLC全橋加同步整流加DCDC 代工廠我通過3C編號查了一下 應該是惠州市新輝元 很久之前拆過的愛國者電競600 還有KUMA定位高一點的MWE GO的V2 都是這家工廠代工的 LLC全橋算是他家的特色 只不過這次的零件布局和之前見過的都不一樣 可能是這段時間出來的新方案 新輝元幫KUMA代工了不少電源 然後可能是為了出海外 很多認證是找萊茵做的 看起來挺高大上的 技術方面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風扇是東圍風的 也算是這個價位比較常見的選擇吧 PCP的背面同樣也是絕大部分機器焊接 個別走大電流的位置人工補焊 主電容來自台灣金山 上次好像哪個電源也見過這個金山 容量足夠 反正保持時間達到Intel標準了 其他的電解電容大多來自晨星和12光子 可遇到KUMA敢給這個電源保修五年 只能認為這些廠家產的電容品質也上來了吧 畢竟他們都生產了這麼多年電容了 總該有些進步了 全家IRLC的四個MOS管是紅罐的 和海韻FOCUS上的是同款 PFC主控和剛才長城巨龍的是一個型號 畢竟PC電源上來來去去也就這幾個 全家IRLC的主控好像基本也都是在用這款 二次側MOS管和五幅待機主控來自台灣傑立科技 定位更高的Android Ego的V2系列也是用的這個牌子 這顆五幅待機主控同樣有在海韻FOCUS上出現 PFC上的管子來自韓國三米號 好像和三星有一點關係 其他的幾個芯片除了標誌太簡單的我一下子沒有查到 都基本上能在中高端電源上找到 總之這款電源整體用料還是不錯的 那麼就來到總結時間了 首先是長城金牌巨龍500W電競板 我覺得它的做工用料以及性能還是對得起269這個價位的 但畢竟因為成本有限 總的技能點就這麼多 點了全模組之後 別的地方就難免會缺一點 保存時間沒能達到英特爾標準還是有一點遺憾 如果是真的非常需要全模組 或者是特別認可長城這個品牌 你覺得長城的品控做工就是特別好 那麼這款電源我覺得還是可以考慮的 不然的話300塊以內有新古的GP600G 性能表現差不多 保修還多兩年就只是少一個全模組 然後還有這次的酷媽G500GOD 目前我能測的項目中整體性能表現都還可以 是這個價位少數的不說保持時間的電源了 G500GOD對比之前的GX450 正12幅輸出也比較高 可以帶更好的顯卡 還是金牌轉換率 省一點電量快靜音一點 雖然沒有用上日系電容 但起碼保修時間沒有說 考慮到冰山金碟好像逐步放棄了低瓦數版本 正華想用銅皇去佔領200-300塊這個市場 其他大品牌這個價格也沒有類似這樣 保修和性能都比較好的型號 我覺得G500GOD算是新的 一款非常值得考慮的300元價位的電源 另外就是我也反過講過的 數碼產品的返修率品控這個東西不是評測能看出來的 我只能確認我手上的這個有沒有問題 我就算跑去問廠家返修率 他們也是不會告訴我的 大家只能多看一看用戶的評論來做參考 只不過好像每一種熱門的電源都有一堆翻車的案例就是了 可能賣的多了,故障的也就多了吧 畢竟強如蘋果,它的產品也是會壞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比較看重保修時間這個東西 保修時間長,說明廠家對這款產品的質量有比較高的信心 不然幾年之後反修的多了,賺的錢不就少了嘛 我總覺得這期視頻的不少話我都說過好幾次了 但時不時還是能看到有人拿出來講 那麼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點贊和評論支持一下 新觀眾再順便點一個訂閱 就不會錯過後面的精彩內容了 我是翼王,下期見,掰掰